说古人八卦解汉字典故 今天说人解字来说鼎鼎大名的朱元璋 朱元璋就是明太祖 是明朝的开国皇帝 年号红武 所以又称朱红武 朱元璋出身平民 在家中排行第八 原名是朱崇八 家中贫穷 曾经为地主放牛 十六岁的时候 淮北发生了旱灾 父母相继过世 他进入黄绝寺 然而不到两个月 寺庙又因为经营困难 遣散众人 朱元璋只好四处云游 所以他来加入明教 投靠张无忌吗 幸亏遇到明教 后来才会成功 二十五岁 朱元璋投靠郭子兴 参加红金军 反抗元朝 不久就做了 郭子兴身边的亲兵 也逐渐适自 他在红金军中 逐渐壮大个人的势力 也返乡招募新兵 郭子兴和他的儿子 先后过世之后 朱元璋就成为 红金军的领袖 受到朱将的拥戴 称吴王 那他们跟红三军 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 朱元璋强调军纪 认为攻克城池用武力 平定混乱用人证 光是杀人 无法称作勇猛 他要求部队 不许滥杀无辜 要善待俘虏 同时命部队要爱护百姓 不得随意烧杀掳掠 他严格下令 凡掠夺百姓财物 拆毁百姓住家 一律处死 这种种禁令 让朱元璋的部队 军纪严明 赢得部署的尊重 也得到民众的支持 他统领红金军 击败其他的异军势力 统一了南方 接着北发 灭掉元朝 建立明朝 文天祥打到47岁又打不赢 他25岁就打赢了 所以你看他运气多好 朱元璋为了原本 是平民的父母兄姐 来见黄陵 他为了要让后世子孙 明白开国的艰辛 决定不采用大臣 所写的粉饰之文 亲自为黄陵撰写碑文 欲至黄陵碑 朱元璋叙述他的家庭出身 本人经历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的情况 以及统一天下的简略历程 遂定建业四守官房 立兵末马 静看结航 立兵末马 指魔力兵器 未保马匹完成作战准备 也比喻完成事前准备工作 预制黄陵碑 内文通俗感情丰富 快智人口 也是研究朱元璋的重要史料 朱元璋在位期间 减轻农民负担 恢复经济生产 同时反思元代灭亡的原因 改革腐败的政治 打击贪污 并以重点治国 史称洪武之治 在外交上 则多次北伐蒙古 保障边境的安宁 并向东出兵 使朝鲜归顺 然而 他也加强中央集权 兴文字域 以八股取势 还设置了锦衣卫 朱全是朱元璋的 第十六个儿子 朱全是明朝的戏曲作家 道教学者 博学多才 有著作《汉唐秘史》 《文谱》 《诗谱》 《茶谱》 《太和正音谱》 等等 朱全十五岁的时候 授封宁国 属于军事重镇 他手握兵权 多次同朱王一起出赛打仗 人间说 燕王善战 宁王善谋 但是建文帝登基以后 实施薛藩政策 引起朱王不满 燕王朱全起兵叛变 史称靖难之变 这燕王应该是个外国人 不然怎么叫朱全呢 对喔 朱全一向与哥哥朱全友好 相信朱全是不得已才起兵反叛的 朱全则私下贿赂大宁军官 等到朱全要离开 朱全为他践行 才发现手下皆已投诚朱全 事情演变到骑虎南下的局面 朱全所幸顺其自然 加入燕军 朱全收编了所有军队 兵力大增 朱全集位后也削弱朱全的势力 将他改封于南昌 朱全新知被朱全猜忌 决定韬光养晦 他与文人学士往来 既情戏曲写书 也研究黄老之术 晚年信奉道教 他精通茶道 将饮茶经验写成了著作《茶谱》 对中国饮茶文化有很大的贡献 此外他也制秦 《飞铺莲珠》 是他所作的旷世宝秦 被誉为明代第一秦 他的著作《太和正音谱》 则是中国现存最完善的杂句百科全书 在戏曲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我是冯一刚 说人解字 下次再见 《太和正音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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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音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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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